香港人每个都喜欢看YouTube更加喜欢看人玩玩 最近好红的YouTube频道C当真就上载了一条新片 这次他们就拿了引起有场Anson Lo的跳舞片来开玩笑 点知这条片就令到一帮Anson Lo的粉丝神徒跳级热 还说要推定C当真 到底C当真的影片有多彩阶 Anson Lo的粉丝又为什么这么老 这次事件又会不会影响到Anson Lo和C当真的人气呢? 其实C当真这条片是一个搞笑的模仿片 他们模仿了Anson Lo在演唱会上的经典舞步 还加了一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 虽然C当真的初衷是想带给观众欢乐 但这条片一出就立刻引起了神徒的不闻 他们觉得C当真不尊重Anson Lo的努力和军业 认为这种玩笑是对欧张的侮辱 神徒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声讨行动 他们在各大平台留言要求C当真道歉 甚至有的人说要联合得罪这个频道 这场风波迅速蔓延 不少网民都加入了讨论 有人支持神徒的立场 认为欧张应该受到尊重 亦有人觉得事当真只是搞笑 不应该这么认真 面对这场风波 Anson Lo本人也都出来回应 他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 他明白粉丝的感受 但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用平衡心去替代这件事 他说 我知道大家因为爱我才会这么激动 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不同的创作形式 而C当真的团队也都迅速做出回应 他们在频道上发布了一条道歉片 解释了制作这条片的错通 并向Anson Lo同所有粉丝道歉 他的表现 未来会更加注意内容的敏感度 避免再人体类似的争议 这条道歉片发布之后 部分神徒表示接受道歉 愿意继续支持事当真 但也都有部分人仍然觉得不满意 决定退订频道 这场风波最终会怎么样收场 都有待观察 不过这次事件也都提醒着大家 在创作搞笑内容的同时 也都要顾及观众的感受 和尊重每一位爱人的努力 你对这次事件有没有看法 欢迎去留言区分享你的意见 无论你是支持哪一方 都希望大家可以理性讨论 共同营造一个和下的网络环境 多谢收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要错过更多精彩内容 C当真的影片就是这样 他们找了Anson Lo的一段跳舞片 然后就加插彭伯和字幕去恶搞 例如Anson Lo做一个跳舞动作 彭伯就会说 哇,这个弧布真是好型啊 但是他的语气就摆明是反风 很多神徒看完条 也都觉得C当真是故意踩低Anson Lo 觉得他们不尊重Anson Lo的努力 再加上C当真本身就是一个好控的频道 很多人都会看他们的片 所以神徒就更加担心Anson Lo 会被人误会影响他的现象 其实Anson Lo 在娱乐圈里面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艺人 他的粉丝困体神徒也都是非常忠诚 他们不单止支持Anson Lo的音乐和演出 还会在社交媒体上面为他打气 甚至会组织活动去支持他 对于神徒来说 Anson Lo的影响是非常重要 他们希望他可以一直保持正面的影响 不要被人捞回或者抹黑 当事当真这条片出现之后 神徒就觉得他们的偶像被人攻击 他们觉得这条片是一种不尊重Anson Lo的行为 他们认为是当真是利用Anson Lo的名剂去博取关注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Anson Lo的事业发展 这种情况之下 神徒自然会感到非常之愤怒 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去保护Anson Lo的影响 当然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神徒的看法 有些人觉得事当真是一个搞笑的频道 他们的片段只是为了娱乐 并不是真的想攻击Anson Lo 这些人认为神徒反映过度 觉得他们应该放松一点 不要这么认真 这种分歧也都反映了不同人对于娱乐和幽默的看法 是有很大的差异 其实 事当真 一向都是以搞笑和风诗为主 他们之前也曾经我教过其他的人和名人 他们的风格就是这样 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而是针对整个娱乐圈的现象 对于事当真来说 这种幽默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 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搞笑去引起大家对某些问题的关注 最后 无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Anson Lo的粉丝 和事当真的观众都应该记住 娱乐圈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气候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不要因为一条片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Anson Lo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以事当真 也都会继续他们的搞笑之路 为大家带来欢乐 面对神徒的怒佛 Anson Lo就没有正面回应事件 不过 他就在Instagram出了一个post 叫大家不要将时间发在不开心的事情上面 要将注意力放在正面的事物上面 虽然Anson Lo没有直接回应事件 但是他的留言就被人觉得是一种暗示 希望神徒可以冷静下来 不要再为这件事而挫交 神徒对事当真的不满 就是这样爆发出来 很多神徒都留言说 要推定事当真的YouTube频道 还说要霸体他们的所有节目 这次的恶搞 究竟是否真的玩带着呢 或者只是盲门小台带着呢 其实 事当真一向都以感言建成 他的影片经常都会讽刺失败 取消社会印象 甚至连艺人都不会放过 今次事当真取消Anson Lo的跳舞片 其实都不是第一次他们玩艺人 之前 他们都曾经在影片里面 模仿过不少艺人的书画方式 和行为举止 同样研提过不少盲门的讨论 事当真今次的恶搞 就连网民都看不过眼 纷纷留言批评他们玩过火 不尊重Anson Lo 不过也都有网民认为 事当真只是想搞笑 不应该想刚上线 他们觉得神徒反应过绩 太过保护Anson Lo Anson Lo作为Mirror一员 引起一只高棋 拥有大派忠实粉丝 神徒 神徒对Anson Lo的支持 和以外还无条件的 可得为整一切劳力 去保护Anson Lo 不想见到 可以受到烟火伤害 Anson Lo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他的音乐才华 还有他对粉丝的真诚和关爱 每次他在舞台上表演 总是全情投入 让人感受到他的热情和努力 这种真诚的态度 让神徒们更加爱戴他 是他为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 真正因为神徒太过爱戴Anson Lo 所以当他们觉得 Anson Lo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就会特别容易感到愤怒 甚至会做出一些 比较激烈的行为 这些行为有时候 可能会引起真理 但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对Anson Lo的爱太深 当他们看到Anson Lo一 受到批评或攻击时 会感到非常不安和愤怒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公正的 他们会组织起来 通过社交媒体发声 甚至在现实生活中 举行抗议活动 以表达他们的支持和不满 这种强烈的情感反应 反映了神徒们 对Anson Lo的深厚感情 和无条件的支持 虽然有时候 这些行为可能会被误解 但其实他们只是吸引 让Anson Lo能够在一个公平 和友善的环境中发展 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音乐和快乐 今次事件 哪个真爱玩带着 是当真 今次个恶搞影片 提供引起着不少争议 有人觉得可以玩过佛 有人就觉得只爱消失夜装 到底今次事件 哪个真爱玩带着 还是当真 不应该取消Anson Lo的跳舞片 定一话是神徒反映过去 太过保护Anson Lo 娱乐圈在一个这样的地方 每人永远都会在 眉光灯之下 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放大 监视 今次事件 就反映着娱乐圈的残酷 每人的一举一动 随时随地 都会成为别人 茶余饭后的话题 甚至会被放大 被扭出 这次事件之后 Anson Lo和C当真 会不会因此 而受到影响呢? Anson Lo 会不会因为这次事件 而变得更加谨慎 不敢再在镜头面前 检验自己的真性情 C当真 又会不会因为这次事件 而收起自己的感染风格 不敢再取消的人 事当真 今次的窝窦影片 虽然只是想搞笑 但是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危险 证明了社会大众 对幽默的接受程度 其实很参差 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 等下